你踢球不是赚了很多的吗 为什么你还要去赚那个影视界的权呢 你又不是钱不够花 对吧 您说的谁呀 范智一呀 老坏呀 对吧 他又要赚 范智一他会玩 他又赚 他是不该演这段的 应该另找其人的 他一找了嘛 我们对他感觉就不好了 为什么 感觉他的重心不在踢足球上 他的重心想进演艺圈发展 包括他后面再参加了几十终于节目嘛 对吧 这客串一下吧 没有这不叫客串 这个厉害了 他拍了几十个镜头了 这不叫客串了 客串的话只是五六镜头就结束了 他是相当于 就是说比主演作为低一点点 比配音要高 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很看不惯他的了 他也就是说 那你拍完电影没就好了 踢球了去了 对吧 去带队去了 那你干嘛还参加综艺节目呢 我闲暇时间 观众也爱看 这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呀 爱啃蛋 观众我爱看爱啃蛋 但是我对你印象不好的 我看是看的 所以很多人不止我一个 很多 很多球迷都在碰他 这样的 所以说我是在想他这样不对啊 你要么就一门心事 对吧 一门心事踢球 一门踢球 不管你踢得好不好 没人会怪你的这样 也是我们那个 不成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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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很多人都要说和他 反正很多人都少做 很多人都是什么人啊 要么就是 那个 球迷 要么就也喜欢他的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粉丝这样的啊 就感觉就是说他 有点零零碎碎这样的 对吧 有点零零零碎碎 对吧 是你个人吧 站着他的奇门级别 对吧 又不是主教练 文体不分家 这个没什么可以说的 让就让别人感觉很很不开心 知道吧 很很很不开心 很多球迷感觉到你 你带队吧 你踢好 因为球迷他们会误解的 会会误解的 真的 会想你老外 你踢不好球 以前带不好队 你也是是不是一直想 就是没把精力画在这个上面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会误解的吧 就像国家队一样 这次亚洲杯没出现 所以说 这不是我碰他 这是很多别人在碰他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粉丝 就分享这个故事嘛 这样的 对吧 因为如果老胖不参加综艺节目 别人想算 你就你就客串就客串吧 对吧 别人没没人回来说 你赚了钱就赚了钱吧 哎 看完电影 你又去参加综艺节目了 那这个算什么东西呢 对吧 他的心思就是在这个文艺上面 哈哈哈 对吧 这我也感觉到道歉 这样的 你别 这可是你自己的个人观点 很多球迷都这么说的 都这么说的 球迷没人 现在没人是傻子 知道吧 人傻子都看在眼里的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都看 因为我也知道你也挺 这也是他的权利 你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你也挺喜欢他他的 对吧 看着我在碰他 可能你也提了些这东西 他就这个行为做的有些 有些不太得当 这样 这样子对吧 因为不太不太 他是工薪球员呀 对吧 所以说 就是他这个 就是说他也有 也有头衔 是上海足球协会副主席 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不知道 这个不是瞎编的 确实是副主席 上海足球协会的副主席 这样的 我父亲也有头衔 跟他一样的 是上海大学生 羽毛球协会副主席 我我我父亲这样的 但我父亲就是没有赚于文娱 文娱界的钱 娱乐界的钱 他一门一切是搞体育的 别人叫他去拍什么东西 不拍一门一的搞体育 这个才叫忠诚这样的 这个才叫对我国体育界的 体育界的忠诚这样的 你看你看范范自己 他一边一边搞体育 一边一边搞那个 正常正常 那有的明星他也去直播呀 去带货呀 参加综艺不一样的吗 明星这个是 因为带货直播参加综艺 这都是属于娱乐界里面的事情的 你突然有哪个明星 他他唱完歌开完演唱会 下完货去去踢球的 开始就加入生光队的 增幻女族去踢球的 你这个没有的 针对了 我就我就要针 我就要针对他这样的 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那你不是我挣点钱 这个有些人会感觉 有些人感觉是ok的 对吧 并不是全部人 我说一说我这边 只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么这么这么一个人物 这样你知道吧 这么一个人物 他一心想带好队 和闲下时间一点别的业余也好也正常 反正他就说 今天拍的电影也可以 但是他干嘛要拍综艺节目的 对吧 不是明显的摆在那里 所以很多人跟我辨解 我说你不要跟我并解 你一千张嘴 事实胜于雄辩 对吧 事实胜于雄辩 你再辩 他也这么做了 那我就不说了 我跟我说